近日,一部名为《黑鹰少年的电影》上线,这部电影真实在线了四川大梁山篮球少年热血追梦的故事,感动众多网友。 在四川省梁山州甘洛县篮球集训基地内,教练瓦尔阿木正带领平均年龄10岁出头的球员们进行技战术训练,而他就是电影中的主角原型。 今年23岁的瓦尔阿木自前在成都求学,2018年选择回到家乡甘洛县阿沙墨村,组建起了这支黑鹰篮球队。 2019年,瓦尔阿木开始为孩子们举办篮球联赛,带领队员与各地的球队交流切磋,并尝试在互联网分享球队的训练日常,让更多人看到大梁山深处的篮球梦想。 在2022至2023赛季CBA常规赛节目站上,球队的黑鹰少年们束腰登场展示球技。 你们投篮太差了,你们每个人。 18年吧,当时呢,我放假回来,我就回到我的村里面,但看见村里面的孩子都抱着一个篮球,就在那边那边拍嘛。 但发现他们就不懂那些规则,我先开始是带他们打比赛,就组建一些小篮球的比赛,带着我们村和各个村的孩子们融合在一起,打那个联赛,叫鹰之战。 你们是投了好多过。 我们球队叫黑鹰篮球队,是因为我们民族有一种信仰,是鹰的这个后代,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南山黑鹰这个名字。 我们从刚开始的四个队员,现在发展到了三十多名队员,现在队里还有女孩子,就是也是跟着男孩子同一强度的训练。 我在场上打得分后卫,我喜欢得分后的快乐,篮球带给我的快乐,让我最强的见识。 我接过一年,黎叔豪在反驳,郭艾伦。 我的梦想是打击国家队为国家队。 从球队建立到至今,我们获得了中国篮球新闻奖,包括今年也登上了CBA的节目站, 还有和传奇球星,姚明,易建连,林叔豪等见了面,和跟他们学习和交流。 然后让孩子们也跟NBA球星,艾伦森视频连线,原来孩子们一个NBA梦想。 哎,这个大江国,放一下。 最先我们是通过互联网,把我们的训练和比赛发布到这些网上去, 慢慢地被很多人关注到我们这些孩子,看这些孩子的这种吃苦耐劳,或者是这种热爱的精神。 到现在我们互联网平台上的一些粉丝量是超过了一百多万, 然后也得到了去往北京比赛的机会。 然后呢,在比赛也是一战成名嘛,把那个北京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球队打败了。 然后我们一直在北京打了两年冠嘛,两次冠军。 球队刚开始运作的时候,受到了很多队员父母的这个反对, 因为他们是希望孩子们要通过学习去改变孩子们的一条出路, 所以他们其实不太支持孩子们打球这一方面。 我们现在慢慢做得非常成功,最初反对我们的也已经在支持我们。 但是我自己认为不是读书,才是让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唯一出路。 其实篮球也可以让他们走出大山去看到更大的世界。 自从我回到家乡开始主见篮球队, 我们队员有一些非常大的变化, 比如说像小科比,他当时接触篮球的时候是一个特别野蛮的孩子。 后来参加我们新的化的训练跟着接触篮球之后呢, 他就把这种激情带到了球场上、赛场上, 包括这种不服输的精神用在了自己生活上, 让他去更快地去成长自己。 所以这种是对孩子们帮助特别大的。 我的偶像师科比,我为什么喜欢科比呢? 就是他的杜咒和他的那个决赏太厉害了, 所以我就看了他的比赛, 我就喜欢上了篮球, 我就学他的杜咒和决赏, 慢慢地学起来篮球, 然后我也喜欢上了篮球, 我不喜欢他们都叫我小科比, 我只喜欢我的姓名, 因为我想自己证明自己。 多少个? 180。 108还差多少个? 12个。 92个怎么办? 他们对篮球的这种态度, 其实就比较像很多球星那种出身的条件, 所以说我非常相信我们的孩子, 有一天能走上这个职业的道路, 这也是一个梦想吧。 加油! 加油! 放学,放学! 加油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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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!